字尾 志偉他選情他也非常積極 他這個非常靈活的 我覺得本節目開播 有史以來最調皮的 就是何志偉跟徐鴻廷 那時候在討論一個大巨蛋的噪音 他們兩個就突然站起來 兩個就開始玩那個波浪舞 我就看這要怎麼接下去 兩個就玩起來 很有意思的一群年輕的政治工作者 你看志偉的選舉 他很年輕 可是他背後也有 某種程度一些黨的包袱 有一些譬如說家族的包袱等等 那他又試圖用年輕的方式去選舉 你觀察他未來選情的變化 或是什麼你對他期許是如何 我觀察他這個人 就是說他的確年輕 然後也常常會開玩笑 然後呈現年輕人愛玩的那一面 可是他這次選舉 倒是蠻不一樣的 別人攻擊他的家庭背景 然後民進黨經歷了一次 大的選舉挫敗 但是我看何志偉這次選舉當中 他還蠻穩的 也就是說他的回應其實都還蠻大氣的 然後倒也是穩扎穩打的 每天去拜訪這些基層 然後每天跑這些地方 我覺得他有試圖擺脫他過去 可能有人覺得他很年輕很愛玩 蠻不知道他在力求穩重 那我覺得這是他的改變 然後他還蠻努力的 譬如說他上一次來這邊 哇整個這邊都凹了 整個人都凹進去了 然後就是受了很多 所以看起來也蠻認真的 他當然也知道說他這一席 就是民進黨當年上一次的大敗 其實是靠著累積小勝 慢慢慢慢站起來 然後台北市這一個步驟 又是第一場 他當然知道他很辛苦 他也沒有去用 請各式各樣的大明星 那種喧嘩式的這種 放彩這個噴煙火式的 我覺得他還蠻扎實的 這是他的改變 那我不知道說大家有沒有看出來 他這樣子的改變 是施宇 最近這個我們因為這兩年 這個稅收有一些操政 應該不是稅收操政 可能是稅計有些盈餘 那總統有提出說 做現金紅利的發放 那這個語詞不是很精準 當然不能說這叫發紅包 OK400億的所謂這個紅利 那陳思瑜你認為 應該留給學生 小朋友留給未來 為什麼你有這樣子的想法呢 您主張發還是不發 還是這錢留下來 應該有更長遠的使用的計畫 您背後的思考的策略是什麼 因為其實中央喊出 這個410億經濟紅利的時候 大家都在想說 那到底配套 他到底要發給誰 要怎麼用 是不是用現金的方式 還是用其他消費的方式 那我覺得最主要的 我自己的主張 是因為我跟很多的爸爸媽媽 在聊天 那前一陣子吵得非常熱 包含在各都 就是六都的市長選舉的時候 又有提到說 是不是裝冷氣這件事情 其實是小朋友 現在非常需要的 因為台灣的 熱化程度越來越高了 其實每年氣溫都在上升 那在台北市的狀況 為什麼一直沒有做到 全面去裝設冷氣的問題點 在於 台北市的教室要裝冷氣 是必須要家長會自己去募款 所以他們裝冷氣的錢 我們在攝影師才說 他們弟弟很像 妹妹又接到這個 說要家長出錢 自己出錢募款 那他裝冷氣 才會在他的教室裡面 但是大家都知道 小朋友其實最長的時間 都是在教室 反而是這些地方 是沒有冷氣的 所以我更希望的是說 這400億紅包如果不知道要怎麼發 我覺得應該留給學生 那當然也不是無止境的 全面發 因為台北市其實有 某一些程度的學校 都已經架設完成了 那當然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還是要有節能教育 去雙軌做一些相關的並行 才可以落實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們應該把冷氣這件事情的設備 作為學校以後補助的基本設備 所以到教育部了之後 我更希望把這個400億的錢 可以留在這一塊 是 如果你未來順利當選之後 我們常講說 一個立委關心的議題很大 你大概想進到 哪一個專業領域的委員會 第二個 如果就像當選行政官員 我們常講一句話說 如果你每天起床 只能做一件事的話 你任期四年 你有沒有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 你都要同覆做同樣一件事情 未來你想進哪一個專業領域 第二 你每天都要叮集哪一件事情 像同樣問題 我問那個趙天輪 趙天輪說 我每天起床就幹一件事情 叫做財政紀律 OK 那你的看法 其實我想這個問題我也想很久 是因為這一次的立委補選 他的任期其實只有11個月 所以我們看到了非常多 口號式的證件 比如說國家要向下延伸 然後發什麼券 其實這個在11個月內 你能完成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問號 所以對我來講 我更希望的是 我們的證件是要可以接地氣 而且是可以在短期 11個月的時間裡面完成的 那最重要我覺得 我想進的委員會是交通跟內政 因為交通的部分 它是有牽涉到觀光的部分 是 那我想做的是把大龍洞 大稻城做一個觀光雙子星的計畫 那另外在陽明山 其實包含我們的美軍宿舍群 還有我們的科教館天文館 這個部分我們去做一個 旅遊資源的串聯 那實際的一起推觀光 把錢賺進來 把人帶進來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在11個月內 具體可以做到的事情 OK 好 好 把人帶進來 把錢也給他賺進來 有一點韓國瑜 韓國的味道 OK 好 他們一個小問題 近幾年來年貨大街的事況 一年不如一年 我常常聽很多抱怨 我還有一個朋友的媽媽 在那排很久 大大大大 做很大的生意 她說真的一年比一年 行李不要做 但因素很多 也不單純所謂經濟 景氣不景氣 包括國人過年節的習慣來改變 OK 你作為地方的民意代表 你有何振興之道呢 OK 這是一個很抽象的大題目 我想聽聽看說 你認為關鍵點在哪裡 其實我覺得年貨大街 因為我自己在上任 貫傳局上第一個任務 就是當大稻城博物園區的 專案負責人 所以我們跟地方 其實每一個月都有一次 相關的討論 在振興地方的經濟 那最重要是你知道 在大同區有143個地方 是可以刷國旅卡的 但是在大稻城 這條地化結商不到5家 所以我們更希望的是 當然我們擴大旅遊的範圍 把重慶北路這邊 把人來台北 來迪化街的時間 留下來 不只是只有半天而已 我們希望南部的旅客來 國外的旅客來 是可以在這裡住上兩天一夜 住上三天兩夜 所以第一個部分 一定要健全化 我們的刷卡機制 跟國旅卡旅遊的機制 那第二個部分 當然在迪化街上 其實大家比較知道 都在永樂市場的這一塊 它還有一個部分 是接近大橋頭 對 這一塊其實是 我們在做觀光的時候 覺得叫做所謂的潛力股 因為它發展出了非常多 不管是歷史跟人文 甚至特色的那個 石聯動的建築物 那我們想逐步規劃的是 讓它在今年有一個愛情主題 因為迪化街這邊有城隍廟 所以不管是跟新竹座交流 或者是讓它打造一個愛情 有露天電影院 各式各樣 因為大型活動需要搭配的是 我們的都市計畫 所以在兩個一起加乘之下 其實更容易讓民眾看到 那也更讓大家有新鮮感 可以吸引到國外的旅客 所以在年貨大街這一塊 其實我們更希望的是 除了南段這一段以外 北段應該要創造出自己的特色 那把大澳神迪化街整條串起來 穿到大橋頭 我覺得我們在做行銷常講 如果說一個社會的 或是不管基於歷史經濟的因素 它對於一種傳統特定的 消費習慣的改變的時候 其實不是對抗它 應該有另外一個方法 去跟它和平共存 所以不是只有過年才去那裡採購年貨 事實上每天 常常都可以去那裡什麼 採購新鮮貨 採購你的所謂記憶的年貨 我覺得這是一個解決之道 另外一題 這個專屬可以啊 要來回答 OK 當初這個你說 你講的無聊 這什麼都什麼時候 你在問這個問題 當初在確定私語 是不是要代表白色力量參選的時候 有好幾個選項說 找藍世衝啊 這點點點 我們大概知道它背後的理論是什麼 找那個學姊啊 黃靜穎啊 這個大家這樣 我抱歉 低股票很多 抱歉 我沒有惡意 我直接用這個語言拿去刑 為什麼最後是陳思語呢 OK 好 你是幫他在輔選的 你應該在旁邊有一個客觀的眼睛看著說 是怎麼會是陳思語 你得觀察 其實我跟思語過去也共識過 在媒體事務組那邊 當時思語是復反應人 對 那其實那個時候我跟他算是 那時候算是相處最久的一段時間 那那個時候其實 思語他策劃了所謂的行動市政會議 他把台北市政府的 每個禮拜再開的例行的市政會議 搬到各個行政區去 那去做 那因為要搬到各個行政區去 所以中間的一些聯繫溝通的過程 是非常繁複的 那其實思語在這一塊做得是非常的好 那在不管是在辦這些活動 或是一些我們一些在對外發言上面 其實都非常讓人看到說他的努力 那再來就是他後來就去接任了 所謂的觀察局局長 那他當時也是算是臨危壽命 就是一時間就是去扛下這樣子 這麼堅決的任務 尤其是台北登捷就是破在眉睫了 那那個時候就是市長也曾經講過 就是預約都還沒簽 那這個時候思語其實都 剛投入進去的時候 他可以很快的就把這個登記搞定 那甚至說帶來了將近 超過350萬的觀光人次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思語他本身是有一定的實力的 我常說其實現在網友常常在攻擊 在網上攻擊說 思語的出身 還是說他的一些背景之類 但事實上我認為說出身其實不可以選擇 但你的做事的態度 還有你的做事的風格 其實可以選擇這個人 就決定了這個人的成功與否這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思語出來 替我們台北市政府來爭取這一席立委補選 我覺得這是非常的 我覺得其實是非常值得的一個選擇 OK 我們剛才講還是老話一句說 我們沒有選擇父母的權利 但是要有交朋友的智慧 OK 這個思語也是年輕一代的 女性的政治 我特別強調女性 對臭男人把持政治這麼多年 不管怎麼樣對女性的政治 我還是有一些期待的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 哈佛大學的歷史學家 叫Wurich他說 乖女孩很少創造歷史 當初鄭立文說要宣稱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也說要做一個不乖的女孩 不乖是對哪些傳統保守 那些將綱 你要做一個不乖的女孩子 OK 這也是個非常傑出的 歐布萊特的美國前國務卿 說我熱愛當女人 在職場裡我不走男人的規則 玩男人的遊戲 希望你這一席也能夠幫台灣的女孩子 開始在青春的女性政治裡面 展現一個不一樣的風貌 我們時間最後大概剩四分多鐘 從小平兄開始一分鐘的結論 你還是那麼看好陳平甫的選情嗎 我看好他選情 因為這個選區 這個選區看起來 這個陳淑宇沒有完全繼承了柯文哲的票 而且柯文哲的選舉是六成六的投票率 然後這一次選舉我認為投票率是低的 然後陳平甫在大同區當然是超強 他稱為大同王 這個區大同的25個例 在4038個例有一定的比例 有四成的比例 加上40大同他吃毒食 40他們 因為陳淑宇的民調我認為會慢慢上來 然後他那邊40我們相對弱 那吳V組也跳出來就補強弱的部分 你認為這個吳前議長的出來助選 金如爛 40是這樣的 設置是我們最弱的地方 然後53 那個情報局3 那是我們國民黨的深藍區 就五個什麼什麼山什麼山的例 那個潘淮宗說他負責動員幾千票出 所以關鍵在哪裡 在街上 街上就是士林業市那邊 那邊是吳V組的地牌 所以吳V組扮演的舉足輕重的地位 那另外還有一個人不要忽略他 這個人如果支持丁守中聽我們就是過關了 那叫林瑞圖 阿圖 阿圖還是很重要 對 所以我們省慎樂觀難對這個選舉 OK 跳到時期這邊 時期怎麼看 這個志偉的最後的關鍵性的力量的發揮 包括黨的高層會不會去 給他撐一下 給他撒一下 你目前有沒有聽到類似相關的事情 有 昨天晚上不是就新的主席跑去 去幫他助選 就是剛選上的新主席 大師兄已經出動了 對 大師兄已經出動了 我一直都覺得這一場選舉 其實實力都相當啦 因為拼的是基層三個人 這三個主要的候選人都有基層 而且都不弱 是 然後 而且這一次就是 我還是覺得這一場補選 空的程度會比路的程度來的降低一些 因為他是補選 他沒有辦法造成全大範圍的輿論的討論 熱情跟那個出門投票的動力 畢竟那個時間點 真的前不著村 後不著店的 剛考完市 然後又要過年 我覺得那個就是 老天爺給的那個時間 沒有辦法 就是真的很難造成大規模的投票 那既然沒有辦法有高的投票率的話 這一場就是拼基層 拼基層 然後拼接頭的話 就是拼長相知名度 我覺得這個 OK 坦白說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重要的 好 依然30秒鐘 外表會讓 我覺得外表的親和力 親和度 然後喜愛度 會增加人家投票的動力 這是事實 外表的親和跟喜愛 來 預安 30秒鐘結論 不好意思 剛剛十一也講沒有錯 就是在這種地區性的這種補選 其實真的如果要炒熱選情 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對 非常不容易 所以其實我覺得拼的還是基層 那在這最後的衝刺階段 我想我們不管是上上下下 就是我們相關的這種白色力量的團隊 其實我們都是團結一致 努力的就是趕快爭取選民的認同 OK 好 好 施宇30秒鐘結論 好 我想當然今天也抽籤了嘛 那施宇抽到的是5號 那我想我有局長五星級的行政經驗 所以有行政力 有執行力 有行銷力 還有親和力 最重要的是夠努力 所以我們很希望把這一席白色力量 第一次讓他到國會裡面去發聲 那他也有他的必要性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個部分 所以也希望大家給思雨 給我們白色力量一個機會 最重要是他夠努力 對年輕人參選這個祝福不用說太多 引步履不停這句話 總有一天我們會成為自己一直反對的那個人 這句話在憤青時代不屑一顧 而今終於磁現 希望不要做一個後悔你年輕許諾的那個 政治人物 一起加油 我是明明天是我家雲端最前線 明明同時間雲端再見 謝謝 也要講得很輕的 2元 我家雲端 編量 活動過於重量的地方 的地面 對